以色列针对哈马斯展开的地面攻击 箭在弦上 同时在北部猛烈炮击 获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明 他们正一心等待时机成熟 发动地面袭击攻进加杀 没有意愿扩大战场和伊朗开战 加兰特星期四表示 除了哈马斯 以国没有兴趣跟其他敌人交战 以军目前在南部战线准备就绪 向哈马斯发动地面攻击 他预告攻进加杀的时机已经不远 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出手 到时外界就会目睹地面攻击的威力 而以国的目标不单是要救回人质 还要赢得战争 至于北部 真主党目前损失惨重 尽管如此 以军会做好准备应对事态发展 7月份